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联社3月28号曾经报道称 从目前态势来看 中国已经逐渐从韩国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国成为第一大贸易逆差国 今年全年韩国对华贸易收支恐怕将是31年以来首次出现逆差 另外韩国贸易协会上海代表处3月份发布报告称 近年来韩国商品在中国人气大幅下滑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尚勋认为 中国品牌的崛起以及产品品质的升级影响了韩货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认为 未来韩国商品在中国能否走出低谷 既要看两国的政治水温和中国经济走势 也取决于韩国品牌能否在华重塑自身的竞争力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 俄金5月1号凌晨再次对乌克兰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袭击 在东部巴普洛赫拉德市造成了34人受伤 多座工业设施民居和学校损毁 乌克兰全境发布防空警报 而乌军则声称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日前发生油库爆炸 是乌军反攻前所做的准备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表示 俄军1号凌晨2点半左右通过战略轰炸机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18枚导弹 其中15枚被拦截 受此影响 乌克兰全国范围内拉响空袭警报超过3个小时 基辅师官员指 所有摄像首都基辅的导弹都被成功拦截 当地暂无平民伤亡 也未有住宅和基础设施被毁的报告 这是三天之内基辅第二次遇袭 在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州 乌军防空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 当地官员指 袭击过后有25人送医治疗 巴弗洛赫拉德市一夜之间遭遇两次袭击 一家工业企业数十栋公寓楼和私人住宅损毁 部分地区起火 亲俄的扎波罗热当局官员称 俄军打击了当地用于存放乌军反攻物资的军事目标 另外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发言人 胡美纽克30号表示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油库日前预袭起火事件 令俄军引起很大的焦虑 也破坏了俄军的后勤保障 是乌军为广泛而全面的进攻所做的准备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空降军炮兵在巴赫木特方向 使用封信紫壁榴弹炮 对突击部队进行了火力支援 炮兵编组通过消灭乌军的人力和装备 为步兵部队创造了有力作战条件 俄南部集团军官员还指 俄炮兵对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 四个居民点的三个火炮阵地 和一个排击炮班阵地发起了打击 乌军有生力量损失多达60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表示 大战即将来临 暗示很快便会向俄军发动大反攻 他强调乌克兰军队决心推进光复国土 并且不会等待所有西方军事援助准备 就绪才开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一个 没有透露地点的军营 检阅边防部队 这支部队最近成立了一支攻击旅 由西方援助武器装备 称为钢铁边境 泽连斯基向部队讲话时表示 大战即将来临 他深信边防部队能够继续发挥实力 光复国土 乌军发动春季大攻势 赶走俄罗斯部队的计划 已经酝酿了多个月 但具体的日期即如何落实 仍然是未知之数 泽连斯基接受芬兰等多家 他被欧媒提访问时强调 乌克兰决心收复国土 泽连斯基承认西方援助的武器对反攻至关重要 但他不能等待所有军队就位才进行反攻 例如美制F-16战斗机对作战有极大帮助 但训练虚实 他不想给俄军再多几个月时间休整 因此不会等待战机就位 便会开始反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舆论把乌克兰即将发动的进攻 称为春季大反攻 如果定义为春季大反攻的话 那势必就应该在五月份进行 因为到六月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进入夏季 从机械上看 他们是很分明的六月份进入夏季 那么看来在乌克兰战场上 五月份开启大对决 那应该是相当大的概率 从上个星期 他们的国防部长利子尼科夫宣布 我们已经做好了反攻的准备 只要等上帝的旨意 还有指挥官们的决定 还有天气 那么然后到五月份的前一天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你看他去视察一个 这个完全是进攻型的主战 战车组成的突击部队 那么他也宣布 这个马上就要开始这个大战 而且他表示 这个即使是F15战机不到位 美国不给F15战机 那么我们现在也必须启动大反攻 因为说不能再给俄罗斯那几个月的修整时间 那么五一这一天 在莫斯科方面 普京总统给五位最优秀的各领域的劳动者 他们叫劳动者 那么发了联邦勋章 同时也向乌克兰的基辅等大城市 发射了巡航导弹 这就是这两个以前一直在隆重的 甚至一起庆祝五一节的这个国家 他们在目前是如何来度过这一天 那么还有就是前两天 克里米亚的这个很重要的油库发生爆炸 据这个乌克兰的情报官员 他叫尤索夫 他说已经炸掉了十多个俄罗斯的油罐 这油罐显然是给这个俄罗斯的军方 做这个军需 做燃料用的 那么按照这个他们的南部军区指挥部 乌克兰南部军区指挥部的这个发言人 胡美纽克的话说 这是为了一场广泛而全面的进攻 既广泛还是全面的进攻 做准备 那么这次呢 我们从画面上看到 这个油罐被炸 这个浓烟冲天 那是相当惊心动魄 我想他还会达到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破坏掉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 就为了这个大军人做准备 另外一个呢 也要引起这个俄军的焦虑 其实是想打击俄军的士气 特别是要打击 受灾这个克里米亚的 半岛的这个俄军 他们的士气 因为乌军已经扬眼 如果战争一开打的话呢 就切断克里米亚 往这个俄罗斯本土的 这个路桥的后勤 补给线 那么我们上一期已经说了 他们整个的部署呢 像是先拿下 梅利托波尔 这个重要的这个补给线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这个俄军在 这个五一之前 就是预期的 这个号称的乌克兰的反攻之前呢 把他们的最高的 负责后勤的指挥官 最高级别的将军 他叫这个米哈伊尔 梅金采夫呢 给他免了职 那么这个梅金采夫 其实上任只有七个月 他为什么要上任 就是以前的后勤 这个指挥官呢 也是保不住后勤的 这个补给线 所以呢 他也被免职了 好 看看另外一条新闻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威杰夫近期表示 他的英文推特账号 已经受到限制 他说推特的做法 与当初对待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时是如出一辙 梅德威杰夫称 他最近在美国社交平台 推特上发表的一条 关于波兰的推文 被禁止显示 原因是 推特已经屈从于 美国和乌克兰 情况就像特朗普的账号 曾经被封禁一样 而推特的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根本没法处理 梅德威杰夫还指出 推特终究只是一个 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 外国社交网站 当前摆在俄罗斯面前的目标 已经发生改变 现在重要的是 打败所有敌人 收复俄罗斯的土地 并且永远保护俄罗斯的民众 梅德威杰夫在推特上 发了什么关于波兰的推特呢 他很简单 说波兰这个国家不应该存在 好 再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法国外交部长克隆纳 日前是访问了 哥鲁吉亚首都地比利斯 就哥鲁吉亚加入欧盟一事 表示支持 克隆纳与哥鲁吉亚外长 达卡尔什维利 召开了联合记者会 克隆纳表示 俄罗斯对乌军军事行动 促使欧盟有意 有意愿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并且增强战略自主 他说 欧方相信哥鲁吉亚的未来 在于加入欧盟 但指出 隔方急需建立完善的法律 并且完成一系列的改革 以符合欧盟的价值观 他并且敦促 隔方致力于恢复 南高加索 就是纳卡冲突地区的和平 那么达尔恰什维利 哥鲁吉亚的外交部长就表示 哥鲁吉亚周边地区 安全局势严峻 各方急需共同努力 确保安全 继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哥鲁吉亚就申请加入欧盟 但是遭到了拒绝 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则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地位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开启四天的访美行程 在当地时间 一号下午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马克思在赴美途中 接受媒体采访 表明不会允许菲律宾 被用作任何军事行动的补给战 马克思协夫人30号乘专机 飞赴临近华盛顿的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美国国务院礼宾官员 菲律宾驻美大使等到场迎接 这是十多年来 首有菲律宾总统正式访美 而马克思此次访美之行首战 是到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马克思行前表示 决心与美方建立更牢固关系 将重申非方承诺 促进非美同盟 推进亚太地区 以致全球和平与发展 他还指面对南海 台湾 和朝鲜局势变化及升温 继续调整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白宫则表示 美非领袖会谈 将谈及安全局势 经济 教育 气候等领域议题 并将重申美国 对菲律宾的坚定防卫承诺 稍早前 马克思在赴美图中受访时表示 不会允许菲律宾 被用作任何军事行动的补给战 也不会鼓励任何国家 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并将菲律宾卷入其中 马克思还称 非方目标很简单 即为和平而努力 对非方而言 最好措施是留在东盟 因为东盟在维护和平 广和地区紧张局势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还谈及菲律宾 在中国南海的捕鱼权问题 表示中方已同意 就此展开商讨 他已要求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及外交部整合捕鱼区域地图 完成后交与中方 这个韩国总统 刚刚离开法轮顿 那么紧接着菲律宾总统 就要赶去了 这是美国在最近这段时间 是密切地来接待 他们在亚洲地区的 盟国的领导人 那么显然 这目的很清楚 我们在这就不多说了 这个菲律宾总统和韩国总统 到美国访问 我看了一下 他们的级别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影习院在美国 是叫国事访问 而这个马克思 这次他去叫做正式工作访问 正式的工作访问 在美国的访问级别上 是第三级 第一级应该是国事访问 第二级应该是官室访问 那么第三级应该是官室的 这个工作访问 现在就是工作访问了 这先不用说 那么实际上他也不是他第一次的 首次的访问美国 他在去年当选总统之后 在9月份的时候 他曾经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 对于美国进行了 也算是一次访问 访问了这个也是 访问了六天 这次是准备访问四天 那么这次他去主要是干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加深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这个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 五个条约伙伴之一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它是相当重要 而对于菲律宾来说 也是相当重要 所以这个马克思上任之后 他不但会见了拜登总统 而且他在本土 他接待了三位美国的重要的官员 这就是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 美国的副总姆哈里斯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那么现在马克思上台以后 他号称是想纠正 他的前任杜特尔特 就是远离传统盟友 这样的一些做法 那么当然就是和美国加强关系 但是他和野兮月 还有个不同 就是尹兮月在去美国之前 谈了这个台湾问题之后 他本人并没有就中韩的问题 做任何 比如说口头的想缓和一下的表态 而这个小马克思 他在去美国的飞机上 他还再次谈到 我们不会让美军 在我们的飞行兵基地 用作进攻别的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跳板 同时他说过于捕鱼问题 也和中国在进行商谈 当然了 这个尹兮月回到韩国之后 会不会再想和中国 来缓和一下国外情统 我们也不能排除 因为他在接见中国 新任驻韩大使的时候 他亲自说 想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 而他一回到美国 他同时又派了一个 外交部的副部长 到莫斯科去访问 就他关于给乌克兰 输送武器的问题 可能也要做一些解释 这次的菲律宾总统访问美国 当然也有些经济目的 因为他希望在美国 发行他们的菲律宾的债券 而且他在访问美国之前 他还参加了美飞剑兵剑演习 这些叫做 我看英文叫做 Recent History 就是什么最近的历史 也不能说近代史 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来 他是第一个参加美飞 军演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可见他非常重视美国的关系 不但在局势方面 也在经济方面 他11月份还要到美国再去访问 就是参加这个A派课 他从美国回来之后 还要到法国去 还要去访问 还到英明访问 他一年多来访问的国家很多 在国内已经受到批评了 现在请看风华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演的一份 我们稍后再会 朝鲜一号 再次谴责韩国总统尹熙悦访美 与美国发表华盛顿宣言 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 核潜艇等战略资产 将加剧地区紧张 并把朝鲜半岛推向 爆发核战的深渊 朝鲜一号发表 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 崔周贤的文章 指出美国在韩国 部署战略资产 却声称此举不违反 无核化宣言 明显是悖论和诡辩 韩朝双方在1991年底 签署的朝鲜半岛 无核化共同宣言中 承诺不试验 生产 接收 拥有 储存 部署 或使用任何核武器 文章表示 美韩有关做法 是在朝鲜半岛 制造新的核危机 和引狼入室 并使地区陷入紧张加剧 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 危险决定 尤其是美国从年初 就开始针对朝鲜 做出各种核战略资产部署行动 导致半岛军事政治形势 依然未能摆脱不稳定深渊 核战争爆发的秒针 不停地跑向 溢出激发的临界点 文章指出 美国渲染部署核潜艇的 所谓核法性 目的在于为其在全世界 到处搞核扩散 系统性破坏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特别是迫使朝鲜半岛 进一步深陷 爆发核战危机的 核犯罪行为卸责 此外就是为将来 明目张胆地 在朝鲜半岛 引进更庞大的战略资产 提供核法民分 此前 金正恩的妹妹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副部长金宇正 发表立场称 美韩出台的华盛顿宣言 将迫使东北亚地区 和世界和平与安全 濒临更为严重的危险边缘 为升级核战争恶之力 朝鲜将为此做好完美准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个尹新月访问美国 发表的这个华盛顿宣言 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把这种核对抗 重新带回到朝鲜半岛 带回到东北亚地区 那么按照这个 他们的共同宣言 我们都知道 这个韩国 他唯一的就是让一步 就是他自己不再研发核武器 但是美国呢 换句 韩国说不搞核武器 那就是我所有的核保护 基本都提供了核保护伞 按照他们这个美国的 这个下面那些具体的安排 我们上周也说过了 就是定期的派 弹道导弹核潜艇 到这个韩国去住房 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 能够携带300枚核弹头 那相当之厉害 而且呢 然后又有消息传出来 航空母舰也要定期到韩国 不但是航空母舰 而且呢 还要配这个战略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也是带核弹头的 可以带这个战术核武器的 像所谓空中堡垒 B-52 还有叫幽灵战略轰炸机 这叫B-2 还有个说法呢 就是去年12月份 美国刚刚宣布的 美国的空军部长宣布 他们研发出的 这个B-21 最新式的这个隐形轰炸机 也要部署在朝鲜本岛 那么从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 航空母舰 战略轰炸机 这都是 就是想针对北朝鲜嘛 老实说北朝鲜 如果没有大国支持他 那随时都可能 就被这个西方啊 就就就就就就把他解决了 所以说实际上美国 为首的这些他们蒙国的针对性 还是中国 大家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 亚洲多地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 呼吁提高工资 改善劳动者待遇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数千人走上街头 手举工资工作权利等标语 呼吁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保证就业 当天通往美国大使馆的道路 被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封锁 抗议者高呼口号与警方对峙 近来通胀率上升 以及对俄乌战争 可能造成粮食短缺的担忧 引发不少民众部门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预计约有五万人参加 五一传统游行 抗议者挥舞着 各劳动组织旗帜和标语 一路游行至宪法法院 和总统府附近 要求提高工资 废除创造就业综合法令 印尼政府旨在通过此法 提高政府机构效率 吸引外资 但批评者认为 这一法令以牺牲工人和环境 为代价 使企业受益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数百人手持柬埔寨国旗和横幅 高呼工人万岁 要求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工资 许多游行参与者 来自服装和建筑行业 根据今年一月数据 柬埔寨服装业工人的最低工资 为每月200美元 在韩国首都首尔市议会大楼前 韩国两大工会等劳动团体 约数万人举行集会游行 集会者手举尹熙月下台的标语 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预计韩国全国当天 会有十万人参加 五一游行集会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所以五一劳动节 又有一个名字叫 五一示威节 天气又好 是比较适合游行集会示威的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